国际崇塌华联社22号上午在理事长田树华带队之下 来到华联施工所捐赠3万块钱善款 指定要作为爱心礼券来使用 市长沃大仙表示这笔善款会专款专用 也感谢国际崇塌华联社和施工所一起送爱到家 暖心爱华联 发挥女性关怀弱势特质的国际崇塌华联社 22号上午由第16届理事长田树华带队前往华联施工所 指定要作为爱心礼券来使用 田树华表示 往年崇塌社捐给施工所的是爱心联菜 去年响应爱华联基金会的暖心爱华联 今年持续把这份爱心延续下去 希望透过抛砖引玉效果 让照顾的对象可以比往年来得更多 我们国际崇塌华联社已经连续十几年 我们都有做这个爱心联菜 那109年我们就主动 施工所没有通知我们主动持续的 跟社姐们我们募款 然后我们就来捐这个爱心联菜 崇塌花联社是希望用抛砖引玉 让我们花联市的这个所有社团 或机关团体一起来做这个 我们关怀爱心在年中岁末 关怀这些弱势的人 市长温佳贤肯定国际崇塌花联社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这一次把爱心关注到花联社的弱势家庭 实在令人感动 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有非常多的社团 在美逢过年期间 就会特别关注我们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那这一次我们在爱心旅券的部分 有很多的社团的挹注 让我们有一些资源可以帮助 更多需要帮助的边缘户 还有边缘家庭 那我们会用这些上款的部分 会逐一逐一的去了解 有没有还没有支援到的一些弱势家庭 那会全力的来帮忙他们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子的关怀 也能够了解到 我们实际上有到底有哪一些人 我们透过理官司去发放的时候 会了解到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需求 如果说有很急需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会再提供 其他的物资跟协助 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那再来有一些特别的个案 那我们会用特别的方式 来做相关的处理 市长薇佳贤也呼吁花莲乡亲 如果有急难需要协助者 可以联络爱花莲基金会 或者是花莲市公所 也希望有更多朋友来支持爱花莲 从他爱花莲 陪你过好年 接下来学历晴云花莲市报道